23号下午 嘉义市不爱国小办理融入品德教育 悠悠自在教材研习 吸引近80位老师参加 通过生动有趣的动画呈现 让孩子们在娱乐中学习汉字 周四下午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在嘉义市不爱国小 举办悠游自在教材研习营 吸引近80位老师参加 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教育伙伴能够经由这一道教材 把这个文字跟品德教育跟文化把它连结在一起 让小朋友觉得学文字真的很好玩 从汉字导入品德教育 动画寓教娱乐 让老师在使用悠游自在教材 更容易将正向与善的理念在孩子的心中扎根 那这个教材刚好就可以让我很轻松的把 我想要传达的这个正向的理念 善的理念 借由这个教材 轻而易举的就灌输到孩子的心中 好像这孩子的心里面拨下了种子 你让他由那个字的根源本身的意义 去让他了解这个字的形音意之后 可以增加孩子对这个字的印象 而且也可以了解中国文字之美 那我觉得低年节的孩子呢 因为他们的思想很单纯还很天真 在这个时候他们在上课时间播放这个给他们看 他们会看得津津有味 而且他们他们的回想非常的好 悠游自在讲到汉字核心 内容已有趣的动画呈现 轻松引领孩子们自发探索汉字的奥妙 新唐人亚特电视张兴舟台湾嘉义报道